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imon 你好 Simon 近日不少的业界都是暂停营业或者缩减营业时间 甚至可能转租外卖不做堂食 你看回习停旗下你们食市也暂时停业 究竟当中有什么考量呢 停业是否真的比有限度营业更加划算呢 由于我公司是上市公司 所以我不太具体地说我自己所不实施情况 这个要看业绩公布 但整体产品业的情况 我可以很简单描绘给大家听 其实就是很无奈的 因为其实不是说现在做这个决定是更加英明的 不是这个意思的 根本就是一种被逼的 因为其实现在简单归纳有两个问题 一就是不够生意 二就是不够人 不够生意其实已经是很久的 过去那四波也都经常是不够生意 但是也不会这么停下来的 这一波呢 我们其实只是在不准晚市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不够生意了 是吧?大部分老师呢 是 其实开门也是想伙计有份工资 其实自己正在亏 如果只可以亏租已经很厉害了 通常都不能亏租 但是为什么都继续开呢? 都是因为社会要运作 同时也要出粮 所以尽量咬牙筋 但是去到这一刻了 2月24日后 那个疫苗通行证做完之后了 因为连续两次 年初四的復计 没有办法复到 本来想着2月24日 可以有疫苗通行证 可以放宽一些 但是不但没有放宽 还在收紧 因为疫情根本就没有控制过 从来都是不断恶化 只是快速恶化 所以在那天之后 生意也做了一步下跌 而且陆续餐饮业 都是社会一份子 当你每天有几万个 确诊个案的时候 自然是分布在社会任何的角落 所以几万 就是万七间前半直至 我相信都没有什么 哪间是没有员工确诊的 当你有一个确诊 你就很复杂了 他又要病假 其他同事可能又担心 甚至要隔离 而且通常都不止一个 所以就开始就是 根本是难以安排人手经营了 所以就越来越多人 就宁愿是停了他 其实都是充无奈 因为根本你开业都开不了的 很快又要是 因为疫情就要停了 有新人也要停了 这种形势 Simon 其实听你说 似乎来说 面对的问题 第一生意不够 第二来说 可以说 你们的人手都出现了问题 因为很多人今次在第五波 那个中招的机会是非常之高的 他们走出街的机会都很大 所以来说 两面夹 攻之下 这个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是唯一的 其实外国经历过的 我们今天这些事情 不是自己第一次的 其实你只要稍微有看外国的新闻 很多人都明白 其实当你的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看新闻 外国的垃圾堆 街道是没有人清 油站都没有人开 很多这些甚至乎医护都不够 就是因为你的确诊人数太多 外国的政府它会选择这些方法 就是那个隔壁期缩短 尽快那些轻证的人士 可以借助它服务社会 或者它可以出动一些军队 去协助一段短时间 但是我们香港要找出 我们自己的出路 但是现在在现实来说 在商界这个问题 是所有人都面对的 甚至这几天我都收到 连一些网店都说可能要取消你的单 因为物流那边不行 他们因为物流不行的原因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人手都有大量的确诊 所以它没有办法之下 都是要减少的 都是要停的 你刚才说的 那个物资公港的问题 是早排的 它是一个供应链 它是一环环例的 到它进口的时候 那些司机是确诊的 但是后来屠宰的确诊 就是屠宰没有 现在去到连送货都确诊 收银元都确诊 那这些在一环环 其实是可预测的 全部都是这样 会继续这样发展 我想看最坏的情况还未到 你看看最坏的情况还未到 过去几波疫情 政府都多次呼吁业主和租户 要共度时间 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 实际的情况 都跟正常社会一样 有些业主好些 有些业主没那么好 过去四波都是 有些业主就比较肯减租 我们听过的 有些减七八成都有 但是也有是不减的 减的呢 当然减一两成也有 实际上要看你的生意 影响有多大 大家 不过我觉得关键 互相要互量互量才行的 那现在去到第五波呢 大部分业主我们现在听到的 都是考虑中 肯减的是少数 已经答应减的是少数 特别现在政府就说 才爷说过可能有条法例出 那变成大家观望的气氛更加浓烈 因为不知道法例什么时候出 大家都说不如看法例如何先 那也听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作为租户 其实我相信业主都很明白 我们是个痛苦的 就是当你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时候 你是真的 营运资金流是断裂的 那所以呢 就希望 无论有与没有 这些法例都好 就是租户和业主 希望都明白 是一个命运的团体 那大家能够协商那些租金 譬如我选一半给你 选七成给你 但是你现在要交给我 那些钱你现在要给 不要拖我六个月 那可能大家都是一个方法 好过有些人 他选择拖了六个月之后 我就收拾了它就算了 我最多破产而已 我最多公司 有限公司收拾了就算了 那就类斗类 整个社会 就好像将来要战后重建 是吧 懒了头 零开始 真的大家都会很疯狂 其实都好看那个业主 是否来说 就是作一个名字的选择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他不体谅 或者他不将我眼光放长 软一点的话 正如像沙文你所说 最后是类斗类的 大家都没有益的 是吧 当那班所谓的经营者 他做不定 他走了 把他们扔了 接 Called着铺 铺这儿 你叶主席也可以找回 这么一个租客 就是不容易 是不是 在现在的这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 其实如果一些比较上 有智慧 或者有长海 outlook的社会 应该来说 在这一刻的 workshops 大家应该互相互量 大家在一刻一一走一步 如果不会 事就 이쪽 如果ihat了 根本就是负责 Simon 你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政府如果真的打算立例站门欠租的安排 反而可能令到业主在现阶段 就未必肯真的去减租 你自己看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特别是对于双方方面 其实这个措施又有没有帮助呢? 香港从来都没有试过 至少我们过去这四波 都没有政府有任何法例的方法 去规管租金 但是外国也很流行 起码这次我们作为租 我纯粹从租客角度来说 是 但是我从租客角度来说 有一个政策去协助 怎样都好 但是当然你问我们租客 我现在在这么困难的环境 我们觉得你延迟是没有意思的 我迟些都没有钱交给你的 最好就是免租 政府帮我交租 但是呢 世界上就没有说你想这样就这样的 始终是千灾人恶 是有损伤的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有这条条例 就怎样都叫做有个契机 等租客和业主 大家真的认真去商谈一下 怎样才可以解决到问题 我会觉得有是好过没有 嗯 会不会有这条条例来说 就是出现了有些人 说的极端的情况 就好了 你不可以追我租 那我就跟你拖拖半年 然后都做不到 起床一声 就拎了它走了 连那六个月租你都拿不回 这个就是 不能够散播这个可能性 如果你说实行这个 刚才我们上一个讨论 已经讨论过相关议题了 是不是 这个呢 对大家都没处的 这个就正正就是女斗女了 到时呢 就一个社会呢 就好像这个 战场一样 打烂了 那就重新重建 那没有的 人类文明一定继续延续的 不过大家痛苦一点 但是如果现在 大家愿意互量互扬 你有一个一定的减租 租客呢 肯给你的 那大家就捱过这个疫情 到时呢 就有一条好汗 大家出来喝一杯 可以庆祝疫情过去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关键 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条例都好 其实关键都是要租客和业主 明白是命运共同体 不是一方可以搞定另一方 嗯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租客也都是明白呢 那个合约精神 这个当然 是不是 在业主来说 他签了个租约 就期望你们搞租的 这个我们都明白 但是事实上是真的没有收入 那都没办法 不知命一条你拿去 是吧 希望大家都明白 这个就是蔡爷经常说 大家可以有商有量 互量互样 看看可不可以在疫情之中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位置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来之后都和王杰龙说一说 其实都有6.0的抗疫防疫基金帮帮忙 还有就是接下来又有禁足 还有就是说会不会是全民检测 会不会都对业界方面的经营的部署有影响呢 休息回来再说 继续回来这一部分 都是楼市焦点 我们的嘉宾 有罪覆楼的主席兼行政总裁王杰龙 他也是道明学会的荣誉会长 休息之前说的是现在业界的情况 特别是面对真的没有生意做 但是可能要交租或者暂缓追租的问题 其实政府也有很多东西帮忙的 不少的业界华税心火业之中 我们看到政府其实都出了很多轮 一些防疫抗疫的基金 特别去到6.0 那对业界方面也有一些支援 当中又帮不帮到手 又或者帮到多少呢 这些防疫基金一定帮到手 我们每次都很感激的 政府去到第五波 他经常说精准防疫 连派钱都精准的 其实他很准确的 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年初四之前 因为没有了农历年的生意 所以他有个防疫5.0来给我们 是给我们去到 本来当时是说年初四复业的 但是年初四没有复业 就要等那个2月24日疫苗通行症 那由年初四到2月24日 他就有6.0来帮我们 所以你看这两次加上金额 都不够2.0多的 远远不够2.0多的 当时2.0一保就说保半年了 所以很大笔钱的 今次他很精准的 作个礼拜跟你数 不会亏给你的 但是既然是这样 现在去到2月24日后 情况更加恶劣 更加食肆 是开都没得开 那我觉得呢 政府很期望他就继续去精准派钱 都要7.0的了 而我们呢 也都很希望呢 我自己呢 有些行交同意 其实某种形式的保就业呢 其实是最理想的 因为呢 他帮到我们业界去减低一些成本的同时呢 也都帮了员工嘛 是吧 员工事实上也是需要出粮 需要交足 需要生活 所以保就业可能是一个比较的社会 就是港版都可以受益的一种方式 去令到经济不要说太过断层式下跌了 但是这个位置呢 曹耶就说暂时呢 就是都不考虑着这个保就业的3.0这个方案 明白了 所以他就说不考虑我们就要多说一些了 希望他明白我们就是有这个需要了 Simon 这次来说的保就业的5.0、6.0 其实来说 那些所谓叫做炒散 或者那些客户的其实受不受惠呢 还是有多长工呢 这个搞清楚 是 5.0、6.0呢 那个不是保就业 是 那个只是防疫抗疫基金 是我们饮食业来说呢 他就按我们食股的大小分了五类 最小的呢 如果说譬如5.0 最小的就给5万块钱 最大的呢 就给25万块钱 那你想想呢 对于一间酒楼2万呎 租金都过百万啦 哈哈哈哈 都真的节目比重很少 冷管费 冷管费 都三几十万 是的 他给25万我们 你说还够不够长工啊 其实什么都不够 哈哈 根本就是买一些检测剂而已 都已经用完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个数量是很少的 我们业界这个要求呢 不是说贪不无厌 是要去 不够不够 其实就是大家要明白呢 他这么好 所以你刚才说 part time肯定是不受惠的 因为part time的意思呢 就是我有生意才请你嘛 是 生意就不用上班的 那些叫part time 是吧 自然现在是没有生意 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时间 受打击的一群 但是长工呢 其实现在根本很多 都是班一半工的 就是早前班一半工的 都很多的 那现在就更加没有公开啦 所以呢 其实这个情况是恶化得很严重的 嗯 我想问Simon呢 其实未来可能还会再差一点 因为呢 我们的疫情呢 就相当严峻了 还没去到顶了 加上政府呢 在今个月11日时间 会推行呢 这个全民的强制检测啦 也都呢 有这两个字 禁足啦 不知道那个情况是怎样 怎样禁啦 业界怎样去配合呢 现在没得配合 因为呢 全香港市民都不知道他想怎样 嗯 现在大家都猜而已嘛 在那些新闻里呢 这张报纸说有些消息 那张报纸说有些想法 那专家呢 就东邪西毒 南西北盖 嗯 各个不同的 天天讲都不同的 这个说要禁 这个说不应该禁 这个应该早做 那个应该禁销 真是款款都出 嗯 就好像我们以前看马经 那样 这只马都有人贴购的 所以一定有人贴购的 嗯 所以呢 就是我说得轻松一点 是吧 但是其实呢 我们都配合不了 所以现在呢 就是指民去抢 抢准一些食物 都叫做安心点 我们商界呢 就先停了它 看看你公布了 我们尽量配合你 我想大家 其实大家都是香港人 都是想香港好的 都是想疫情受控的 但是究竟用哪一招哪个方法 那些说得出来 我们就尽量去配合你了 都只能说 听Simon你这样说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呢 政府呢 发放那个 资讯那方面来说 没有一个统一候径 也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发言人制度 嗯 专家呢 层面来说呢 这个专家说一样东西 这个专家说另外一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来说 有关于防疫 或者日后的所谓叫做禁足 如果呢 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发言机制 嗯 统一发言人 统一那些专家的发言 那才能够令到呢 所有经营者 市民 嗯 大众来说呢 有一个清楚的讯息 如果不是 只有一个乱字的话呢 嗯 大家眼前已经见到的了 是不是 所以来说呢 我想政派这方面 一定要做多些功夫 嗯 那Simon你其实呢 之前呢 我记得去年呢 就是疫情稍微会不会没有的时候 去年年里的时候呢 特别是呢 就是飲食业界话呢 都不够人手了 有些人就转了行 想找回那些人 帮忙都找不到 那当然现在疫情很严重呢 就刚才都说 很多的一些餐厅 什么食肆都暂时休業啊 停業啊 那其实你看回呢 在那个人手安排上面 特别是呢 就是现在那个饮食业界的 员工方面 那个就业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现在就简直是冰封了 嗯 其实呢 你刚才说这个情况 是事实上是的 就是呢 如果用回投资术语呢 就叫做杀完好友杀淡友 是 就是呢 两个月前就不够员工 是吧 你用这个方法呢 把钱一个钟头去抢 为什么呢 一个星期后 突然疫情一收紧呢 就全部说要无薪假 现在呢 开始说要停业裁员 嗯 那你根本呢 就是不冷不烈呢 其实做生意最难 整天都是一个方向呢 难极都想办法去解决它 所以现在营商呢 为什么我形容 就是那个营商环境 是恶劣到难以经营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 你根本是 就是我们这样说 不过是这样 我们选择做生意 支持教育了的 都要有这个风险 对吧 大家听众都明白 嗯 比较理解我们商界 其实面对什么困难 都是好 嗯 那另一方面呢 都想看回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呢 就是现在呢 在物流链方面 都会有影响啦 食材供应啊 甚至可能呢 那些通胀压力 这些其实是不是 对于经营那方面 都很难估计呢 是啊 那但是呢 有些就严重一点的问题 有些呢 就会自动解决的问题 那譬如你说 那个供应链呢 那其实 都基本上解决了的 嗯 他有时候这件事没有 有时候那件事没有 但是整体来说 你香港人都没有 真的饥荒过啊 是不是 我们直至可能 有些人知道这件事 没得买 要换备款 或者那个价钱贵了 30% 但是他一两个礼拜后 他都舒缓下来 是不是 国家也很支持我们 那些粮食不停运下来 那所以我们就不是 至于去到 真的饥荒那种状态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似乎你科学上呢 就没得避免呢 譬如学诊数字持续上升 是不是 这几天你由一万 一万差 二万多 三万多 超过五万 恒生指数是这样升就不达了 嗯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都是只有两万多 是啊 但是现在还远远不是到顶啊 因为呢 你这个 那个 登记网站 还没有推出的 但是部分市民 现在都在家里自己了就算了 都不想去再检测 那到时呢 很轻松就过十万 那你想一下 其实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机会 自己已经是有机会 那我想这个未来的一个月呢 都应该都会相当陷入 西文姐 其实来说 最困难的时间都未到 如果这么说 我觉得未到 那大家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我不是宣传负面情绪 是的 我的意思呢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要知道它未到 所以呢 你无论在财务上 个人准备上 你就做足心理预备 甚至乎 我自己有心理预备 你看到我背景 我就在家里了 我就回不去 是 我都有预了 就算是确诊 我都是预了 心理上预了 那就买好足够的药物 准备好 因为要捱得过这个关系 才有未来 其实我上星期都在HOME OFFICE 都支持 但是它那个 全民检测也都迟迟未到 那你现在就说不说 和我三月底 我也没有可能 每个月躲在家里 所以我要继续去 那么多员工要我去安排 那我就回公了 那这些都是每一个人 要去想好自己 究竟如何面对 自己的程序 最坏的打算 嗯 这个很重要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更加全民行业 基本上都风雨不改了 无论他全民检测 够不够足够 我相信我们都要预上工作的 那最后也想问一下 Simon和其他财员 都看得比较乐观些 他就会觉得 如果现在这个疫情 在短时间之内 可能四五月就控制了之后 下半年 其实可能会有个急速的反弹 好像就是去年 其实疫情会没有 之后我们看到 饮食业界用一个 报复式的反弹 其实你自己 又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那我也同意他说的 疫情能防一两个月内 但是如果我们受控这一个乐观 我们就把握不了 因为他们政府才知道 他们会准备做什么政策 但是我也都明白 也都同意 从来没有一个病毒消灭过一个人类文明 疫情始终会过去的 你是过程长点短点 痛苦点 还是没那么痛苦 但是只要你捱得过 只要你过去了 剩下的都会是一个反弹的 都会是一个复苏的 所以呢 就不是说会长远缠绕着的 我也觉得应该都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嗯 那我希望呢 政府可以在发布信息方面 资讯就透明度高一点 还有同意口径 令到大家无论是业界 以至市民都可以 有小心的部署 慢慢因应自己的情况去准备 无论是食物 或药物 以至到未来的经营情况 今天多谢你王杰隆 多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鸣 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